而德国方面我们要聚焦的是在当地北部的基尔港 星期三出现了龙卷风来袭 导致至少六个人受伤 画面上你看到前方天空是一道白色的漏斗云 在黑压压的云层前方是十分的明显 那么更靠近一看 可以看到龙卷风跟地面接触的部分是白烟滚滚 而且有民众正巧在龙卷风触地的地方 可以看到碎片残骸满天飞 树枝也随着龙卷风过了去而倒下 那么德国北部的基尔港 星期三傍晚罕见出现威力不小的龙卷风 不仅是破坏了好几栋的房屋 还造成至少六个人受伤 而且其中三个人伤势严重 另外在澳洲雪梨西部的城镇 星期四也出现了龙卷风 同样摧毁房屋电线杆 造成至少三个人受伤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